2023年想到欧洲旅游的朋友们 今年有一些新的法规和旅游信息 我觉得大家有必要了解一下 对您的旅行计划和行程应该会有点帮助 2023年 克罗地亚这个热门的度假目的地 加入了无国界的深耕区 有深耕签证的朋友们 可以将它纳入您的自由旅行的行程中了 而且克罗地亚从今年开始正式使用欧元 省去了兑换当地货币的麻烦 是不是又方便了许多 威尼斯是一个浪漫的梦想旅游目的地 不过这里经常人满为患 从2023年的夏季开始 当地政府出台了新的规定 游客们必须提前预定 前往老城区的短途旅行 每天只允许十万游客 同时游览这个泄湖城 而且这十万游客还需要缴纳三到十欧元 购买入城的门票 具体价格取决于提前多长时间预定 以及威尼斯当天可能有多繁忙 注意 如果无票旅行的话 将面临最高三百欧元的罚款 想在奥地利自驾游的朋友们需要了解一下 2023年奥地利提高了汽车的高速通行票价 年票限价96块4欧元 涨了2块6 两个月的通行票为29欧元 10天的票9.9欧元 在奥地利自驾游 别忘了买高速通行贴纸哦 想在欧洲乘飞机旅行的朋友们 必须为有些航班的昂贵费用做好思想准备 根据航班搜索引擎的数据 今年飞往意大利的航班特别昂贵 相比去年平均上涨了68% 部分航空公司的飞行价格涨幅惊人 比如像汉沙航空及其瑞士的子公司的价格 相比2021年时翻了一番 不过另一方面飞往奥斯陆 萨格勒布或索菲亚的航班 比2021年时便宜 葡萄牙航空和土耳其低成本航空公司的机票 比2022年时便宜了20%以上 从2023年5月1号开始 德国将推出49欧元的公交优惠月票 只要49欧元 就可以一个月时间内 在全德国范围内 任意乘坐所有的公交车 地铁 电车和火车 如果选择这样的交通方式 是不是可以给自己的旅行 剩下不少的交通成本呢 时间关系 今天先介绍这些 有什么欧洲新的旅游动态 我们再及时向您汇报 主纪念想到欧洲旅游的朋友们 心想事成 万事顺利 玩得开心 旅途愉快 对我们的路线感兴趣的朋友们 欢迎联系我们 和您一起寻找最美的欧洲